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理会 起码我身边 因为那天发生什么事就是小一派位 那天我刚刚也有五六个同学 以前中学小学同学 他的儿子也刚刚小一派位 我真的充分经历了 被他们轰炸紧张的事情 看到几样东西 当然就算不是看他们 你看回新闻都知道 很多人都拿出来说 其实每年都有 今年可能有代表性的说法 譬如有个人去说 他因为拍拔垃圾还是垃圾 然后就要延开三十席 我告诉你这件事绝对不是吹水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原本是不信教的人 因为他的儿子奇蹟地抽入垃圾 每年都去拜王大师 当然我觉得奇怪 因为垃圾是教的 所以他不明白 他说是王大师显灵 他每年都会去王大师庙报仁 另外我有一个大学陀 他又有个儿子派 派了沙田观小 他就吹了半天 那些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哭 是不是嫌不满意 他说不是 都是奔瘟的 其实我也是喜极而喻的 因为都很大压力 不知道他去哪里去惨 但我也是很不满意 因为这是第二志愿 第一志愿不是这个 然后哭了半天 然后还有几个家俊 我从来没有见他打这么多东西 通常不是分享他吃什么 和孩子合照 就是打一大篇 又告诉他心路历程 哎 当初我小孩子 不知道拍了哪一档 幸好我报了一家私立 现在糟糕了 因为那家私立 哥哥读得很开心 然后弟弟 打算一起去读那家私立 谁知道又抽了拔萃 究竟他去不去拔萃好呢 打一大堆 我心想从来都没有表达过你自己人 最多就是拍照 这一样东西 就是令我感受到 那种升小一对现在很多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些什么 幸好六九大游行 就不在今个星期发生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就没有人理你了 因为实际有些更加重要的东西 第二是什么 就是看回新闻 有单新闻很感慨 就是说 他说什么 他说拍了拔萃小学 他不是男拔萃小学 就已经开心结婚了 然后他身边的老公的样子 就是面带尴尬的笑容 我亦都告诉你 我很感同身 所以我身边有很多人 特别是女同学 就是义串女同学 生了个儿子之后 他就觉得他老公的重要程度 是大一点的 甚至说明 现在我人生最重要的男人 已经出现了 即是你老公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即是老公从来的功用 即是那些黑寡妇 即是你生完他吃了你 其实意思就是一样 这样说 他人性地说 他对孩子好过对老公 好过对老公 好过对儿子 我又或者问 这些是否算是演化心理学 因为你已经生了需要的东西 可能他已经不打算再生多个 演化心理学 演化心理学要生很多个 那是什么类型 有些暴雨类想生一个 没有一种可以生一个 因为他生够了 就觉得你完成了任务 你已经不再重要了 那演化心理学 是否老公应该出去找那个人呢 老公不是 那当然不是 老公出去找了几十个 老婆要生了 你不是说了搞笑 他不再生了 我们拉回去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要问 因为我们这里 唯一的小朋友就是Kelman 你将来是否都会 报这些家长后陈呢 第二 就是去那些小学那里 周围去报 你知道吗 有人在一起 一定不会 是吗 你待会可以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先说完 就是究竟 我们说读教学有没有 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以前也有说过 读名校有没有用 我们今天可能的焦点就是 究竟读名小学还有没有用 因为以前 名小学很有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条龙直升 你读得那家名校的小学 你就很保证你读到那家名校中学 但现在很多都直支脱了勾 究竟读名校小学还有多大意义 我说读名校最大用的 是 读名校是很有用的 就是你现在 无端的 我穿着名牌衫 那些 但现在 当你有一个子女的时候 他说你的子女读哪一格 诶 糟糕了 读名牌 你所有的游艇 车 所有东西都其次 你如果一个子女读 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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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太匯这件事 已经不重要 因为你有钱 你就可以用钱来补 对 所以我觉得 有点不同 你有个分歧是什么 我喜欢标其立意 或者什么 我就是找个独间普通小学 他一样出人头地 全部一个二个都读的 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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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傅逸代 他娶了一个傅逸代 他娶了一个比他更有钱的傅逸代 他们两个都应该是 不知道是看见及拍见的旧生 两个都是 每个星期 都要去做义工 現在他們的階段,因為還捐了幾百萬,還每個星期日都要去做義工 原因是因為想小孩去讀學,而他們現在還處於搞事階段,還未受精 是去到這麼離譜,只是去搞事 我又要這麼說,有時候這些是過度緊張的 這些都很合理,我都說了很多理性的分析是不適合用在家庭上 所以家庭經濟,我經常都很懷疑 我都說了,經濟是說什麼呢?是說概率的 就是你絕大多數這件事是有用的,絕大多數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但你永遠做到爸爸,很多時候說可能我有用 雖然我們剛才之前也有說過Alan Kruger說 你有錢人去到哪裡都成功,根本就不需要讀名校 反過來,是名校專門選你來收 但不是的,可能讀名校有用呢?可能幫到我小朋友 不是那個問題,多多數,所有東西都是面子的問題 是因為,你若果不明白,你很臭 這個就看看是什麼 我可能不需要這個面子 我從來的信念都是這樣的 我也是自己的小朋友都會想著這樣鋪排 等他舒舒服服,自自悠悠 我又不會覺得一定要入名校 因為我有一個,我自己相對 你剛才說的那些什麼富二代有錢人好什麼好 沒有一個人讀書夠讀得那麼多 如果你說讀書的話,沒有一個人讀書會夠讀得那麼多 沒有一個人讀書會夠那麼厲害 不是說自己賺自己還是怎樣 我錢當然不夠那些人多 但如果你純粹說求學問,讀書的話 我根本來說,我是不會輸的 我覺得,不會輸的後果是怎樣呢 就是根本上,我認識朋友 我家旺的朋友 那個人要拿下背獎 那個人有什麼 那個人是我的圈子的朋友 所以,讀什麼書 譬如我看他們的話 譬如我有一些是 我們這些是,不是說富二代 又不是什麼二代 這些就是學二代可以說 我的朋友的爸爸可能都是經濟學家 他也是經濟學家 變成他跟我說的有個很熟悉的朋友 我小時候,誰跟我寶貝斯 就是誰照顧我 我不是那兩個拿下背獎的人照顧我 跟我玩 基本上,如果我身邊是有這些朋友 跟我玩的時候 我覺得,我需要去什麼名校 小學、中學去探訓那些東西 我根本身邊的朋友就是這樣 我帶我兒女去跟別人玩的話 我從網絡的方面 已經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事實上認識很多 讀書很有學問很厲害的人 這件事是張文常教授教我的 而我也是經過觀察 以後也是對的 從來真的有學問的人 沒有哪幾個我見過 是中小學讀書很厲害的 中小學是扯到好行 高材生 即是會考狀元 十幾、九、八、八、八 沒有一個是有學問的人 是這樣說的 這樣說好不好 現在說 讀書很厲害的人 希望子女入名校的人 如果他將來 子女做回教學界 做回不賺錢的人 如果他去做一個 跟賺錢無關的事情 他們其實是希望感上天花的人 即是那個人是一個 一萬富豪 然後他買了一個博士回來 鹹棠回來 富豪峰 他們並不是希望子女 將來做那件事 做過讀書的人 他只是希望子女入名校 他們不是希望子女考第一 如果子女說 蛤? 將來教書賺多少錢啊? 你要知道心理 心理不是讀書 我拆開開講 幾個不同階層的問題 有錢佬有有錢佬入名校的關心 但那些不是 那些都是一般中產 中產都有入名校的關心 他就是想貼這些有錢佬 或者純粹是功利主義 就覺得那裏資源好一點 老師好一點 我就進去 其實本身都不同 去到你這個位置 我都已經不在care 究竟那個名校效應了 因為我已經超越這些東西 你不需要再考慮這件事 對 所以我都不是特別歧視 或者看不起他們 或者覺得他們做的事很慘 可能他們的環境下 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 已經盡力了 他覺得這條路 的確是 為何這樣走下去的 但他又負擔得起的時候 還有一樣東西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沒有事情好做 因為他不知道 怎樣令到子女更好 那如果讀名校 會增加了他子女成功的機會率 少少 哪怕少少 我都會對上他 我都會覺得 你真的有時間的話 你做好一點自己 對 這個就是一個分別 對 我就覺得 我不是幫兒子 幫女兒 去想怎樣令到他身邊 有些什麼人 去到美學校 高一點點 反而是 很多人覺得身教是重要的 我和什麼朋友玩 我自己的事業 我做到什麼 是各社會認同 然後他在我身上 可以觀察到爸爸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更加重要 那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那個人為何這麼想讀名校 一個人如果有一個貴族 你是自然生產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很威風 你就是覺得很普通 就是你本身自然生產 你家裡輸的世界 你不會找名校 通常讀名校 通常老爸老母 都特別是 阿爺阿媽 是學術水平太低的 譬如一個人 好像我們 我不會想買個博士學位 但是那個小學畢業 是特別想買個博士學位 就是那個人 正是因為他出身低微 所以他才是特別想 那些子女出身好 我給了一個機會 他小時候想讀 小時候就沒得讀 他是想把自己的東西 去計畫到那些子女 我都要再延伸一個 其實為什麼我會拿這個新聞去說 就是現在你要去彌補 你那個所謂的名校 是很容易的 你小學就算派了一間 沒那麼好 你就是中學追回 中學多少國際學校 有錢你就可以入 不是有錢就可以入的 中學都追不到 你就去外國讀 不是 那個選擇就太多了 我想說 現在不同以前 因為以前真的很少 你想想以前有多少間國際學校 有多少間名小學 是可以給你融洞的一些方式去派到 現在是多了很多的 我和你說 這個是絕對絕對錯 因為以前 真的認識別人就能入到 我認識很多人 是做一些學校的董事 學校的什麼 是直接推就能入到 但是現在 那個人告訴我 我有朋友 他說不要緊 我認識聖公會的大主教 我說一聲 我女兒就入呂拔稅 結果 然後他說 不行 因為太多競爭 然後有一個人 不是 你入指定的名校 不是 你現在想入哪間 其實奸 我認識別人做四次提反 以前做董事 然後校董 然後他說 以前 二十年前 就介紹別人進去 很簡單 以前我們介紹的朋友 很簡單 有些人幾十年前 讀聖心 真的拿了兩分 拿方便進去 但是他說 其實 我們這些人士 都是假如 你85分 就一定進去 85分至95分 你就要靠人士 85分之下 就不行 你都重要 首先都要 當然 他說 首先 但是包括 他說 兩種樂器 三種語言 抗琴不算 就是 基本的 那些 那些 這個當然是 現在的評審方式 是不同了 當然不能夠 只靠錢 但是反過來 有幾多人 可以學到 抗琴以外 兩種學器 三種學器 就是你那些有錢人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的選擇是多了 你不一定要去指定 那幾間傳統名校 你多了很多的 其他選擇 甚至乎你去外國讀書 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差異 但無論如何 因為我不是富豪階層 我很難理解 我只是一個教育界的人 就是 我了解教育界的情況 有時候 可能資訊不平均 都會出現些差異 好 現在就到這裡